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里的每句话都很谨慎 一切不干 全是不干 就是说真见过了才干给人家真说 真没见过真是不干说 鸡中油是这个合作社的社长 合作社有上万亩的水面 水塘里一直养着以草鱼 连鱼 鲤鱼为主的家鱼品种 鸡中油有着二十多年的养殖经验 效益一直不错 可是近两三年 养殖效益却开始大幅度下滑了 成本高 市场价格不见高 这让养殖户们心急如焚 经常盘算着要更换养殖品种的事 试过几次 依然是损失大收益低 这让鸡中油很是头疼 他一直和刘磊商量着 合作社下一步要怎么走 有时候你推人家 你一个技术硬刀 有可能把人家带货了 有可能把人家带到坑里了 就因为这个技术 这个更新的特别快 所以说从地下这个弄进人员来说 就支持更新的也是表满了 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技术推广的时候 也很精神 一直很谨慎的刘磊 有一天给鸡中油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 他推荐了几种观赏鱼品种 建议鸡中油彻底转产 把堂里的鱼全部换掉 从养殖食用鱼 转向养殖观赏鱼 这是刘磊第一次帮合作社 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大面积养殖观赏鱼 这在当地是从未有过的事 刘磊怎么敢提出这么大胆的建议呢 而说到这个建议的由来 其实源于新乡市2013年 给全市每位技术员配备的一个板子 这是一个平板电脑 既可以打电话又能上网 更重要的是 这里面有一个既权威 又非常实用的农迹信息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让刘磊的胆子壮了 也让他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 当然上网都有 但是从网上得到了很多信息 它不一定代表官方 用起来不一定好用 就是现在咱在电脑里边 有一个弄机运的平台 在那边有十万个为什么 什么交流平台 还有什么各种滇性 这都是人家做出来的一个称力 对俺来说也是在实际工作当中 也有一定的帮助 你不脱脚 我拍个照片 我转发看了 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你看这边 现在里边也确实 当时那家合作社的困境 一直困扰地流冷 有一天下乡时 他发现合作社的鱼塘里面 有几条颜色艳丽的锦鲤 这是养殖户 为了观察鱼塘里鱼的健康状况 特意放进去的 只要咱都可以留里的儿子 刘磊把那几条漂亮的锦鲤拍了下来 上传到了这个平板电脑中 你想到在交流平台里 这几条鱼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做技术推广的敏感 让刘磊有了一些新想法 接连几天 他和平台上的专家 探讨了观赏鱼的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 而后 他向合作社提出了养殖观赏鱼的建议 合作社在做了市场调查以后 投了赞偿票 最高兴的当然是机中友 专查没多久 他就觉得这条路还真是走对了 鱼十两一样 小一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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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有多少啊 现在 这是一个原来的 你现在小一样 你养了四种鱼要一百二的钱 现在高科 两百 两百 挺高兴 大家这个鱼 从小大大的一顿都满 从一点点都可以满 从大小的有点要 机中友他们发现 真是应了刘磊所说的 现在人们对观赏鱼的需求越来越多 而且新乡本地 恰好又没有养殖这种观赏鱼的 他们养出的观赏鱼 很快就站住了市场 刘磊却把功劳都归到了这个本子上 本子里的平台提供了选择项目转产的决策参考 还有各路专家在帮助做全方位的论证 让这家合作社转产成功了 对我有一点很大的触动 所以我感觉还是极次光益的社会 还是比较厉害了 这个在农业生产中 能够发挥强大功能的本子 它的出现和一个人有关 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所 王文生研究员 2001年德国学成回国后 他一直从事农业信息化研究和推广工作 十多年的工作 他发现了一个一直难以破解的问题 农民最关心的是我种什么养什么能赚钱 可往往就是这个最实在的问题 把科研机构给难住了 那么各路农业专家有那么多好品种 好技术好信息 怎么就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呢 中国农业科技的成果和推广之间 他们有一个脱节 大部分院校还有科研机构 有很多很多好的产品和成果 但是融合把它们应用到生产第一线 这个过程呢 存在着最后一公里问题 这个城里边就是捞弄机干部 我们立即跟你联系没有问题 专家们在实验室 在科研单位 农民在田间 在地头 之间的这种距离 导致了好的技术下不去 农情信息也上不来 也就是说 专家与农民之间 缺少一个更有效的沟通环节 看到如此的情况 王文生就想 利用自己所长 想办法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在农业部科教司 市场司和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所 成立了研发团队 开始建立起全国农业专家的数据库 把农业知识 技术推广 市场信息等汇总分类 首先建起一个强大的海量信息平台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些信息更便捷的为农民所用 在研发过程中 他们发现在农民和专家之间 还不仅仅是存在着信息渠道的问题 还有一个如何把技术进行翻译的问题 由于农民他本身的知识结构 他的知识结构 他的经验就是动手能力 可能占他的知识结构的百分之九十 他的那种书本知识 或者科学能够理解的能力部分只占百分之十 动手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直接把我们能够科学院生产出来的一些科学知识 教给他们他们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相对较弱 既然农民直接接受不了 能不能找到帮手来帮助农民理解这些信息和技术呢 研发团队看到了农技园这个群体 发现了农技人员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知识的一个桥梁 二层手啊我们武装他们通过他们呢 提到他们的能力把推却的知识 手把手面对面还讲语话交给农民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可以说解决方案 我国拥有一支人数超过七十万人覆盖农业各个领域的技术推广队伍 他们一直在一线服务农村服务农民 这些农技员尽管有专业知识 但服务的是千家万户 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千差万别 面对越来越进步的农业生产技术 越来越广阔的农产品市场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急需一个权威的信息平台来帮助自己 王文生他们就是希望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 先让农技员变成无所不能的专家 再通过他们把技术和信息传递到田间地头 让农民听得懂用得上 201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将这项信息技术送到了河南省的新乡市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 全市50名农技员人手一台平板电脑 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平台中的一员 随时随地可以与平台中的专家进行无障碍沟通 很快新乡县香菇种植户上景霞直接受益了 今年他在种植中遇到了一个难事 上景霞遇到的是夏季俊磅不出孤的问题 2013年的夏季持续高温把这个种菇老手也给难住了 种的虽说是夏季的高温香菇品种 但持续的高温还是对初菇影响很大 给俊磅灌水给菇棚喷水 一些降温的招都用尽了 可俊磅里的香菇还就是钻不出来 十来天见不到蘑菇出来 着急的上景霞给县里的农技员打了电话 来的人是县里的农技员吕全生 他并不是香菇种植方面的专家 但这次来还真给上景霞拿出了一些主意 这品尝的维护怎么用 我还是依靠了农技员的点子大王里边 还有农技知识方面里边提供的知识 我们现在就是说拿到这个平板店后就如获至宝了 原来遇上这样的情况 李全生也会不知所措 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农户 遇上了难题 对于他这个不太懂食用菌的人来说 也很难拿出办法 这回也是小本子帮着他找到了答案 本子中的点子大王里告诉他 高温剂解除菇除了必要的遮阴降温手段 还要有温差的刺激 李全生看到这个菇棚的遮阴效果还可以 就按照本子里的知识 帮着上景霞在温差刺激上想法子 过过这里边这个见解呢 加上这个加之这个农户的这个自身这个种植经验 就是为了克服这个目前这个极端天气 我们就采取这个枣尖喷丝保湿喷水 在天气凉爽的一早一晚喷水降温 这和中午的酷热就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温差 他们就用这种温差的刺激来促使除菇 果然上景霞的香菇在极端高温的时候又冒出来了 人家没有我家有 上景霞的香菇一见试茶就被抢光了 这让他觉得特别高兴 李全生也把这件事发到了本子里的信息平台上 把这样的这一块的经验呢 推广到那一块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有这样的小本子 李全生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专家 在现场就能给农户实际的技术帮助 这可是以往他根本就做不到的 我们通过这个呢把农戏人员呢可以说把他们连成了一张网 他们原先呢是单名作战 现在呢它实际是通过我们这个人呢 变成一个网络的集团作战 不但集团作战 它原先呢武器不行 它都是两条腿一张嘴 手段不行 现在它可以说是有专家系统 有各种我们这里的课件 还有专家在先支持 所以呢它有了这个以后呢 下次可以解决啊 90%以上的问题 有强大的专家系统的信息平台 让农记员们开始有了更大的信心 他们向本子里学习新知识 也往这个本子里做回馈 农田里的金点子都上传让农记员们共同分享 这也同时丰富了平台 让成功的实力很快的能够推广出去 喂你好 喂你好 正值新乡县大田作物的收获期 管理者调度农记员王俊发 李全生在田间采集农情 就用本子将农情实时上报平台 因为平台是共用的 这个地方的信息发不出去 另一个地方的专家或农记员 就可以及时知晓而马上反馈 这样就形成了一张越来越大的信息网 就是因为有了这张网 尽管到了粒子成熟的季节 但北京市蜜云山区的农民不再急着卖 而是先向县里的农记员打听价格 去年就是因为农记员的几句话 让他们的例子美金高出了一块钱 信息才刚开通 我一看完之后我就走访我们二十多户 就本利好什么好 我说你这多多钱不能卖了 多多钱能卖 我说我这平台上 离咱们这二百里的别的不知道 咱们是库北的多多少钱 你这多多少钱 咱们这就得说这个 咱们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完了这回头收入降低了 密云水库的四周都是山区 库区南面和北面都是板栗的产区 虽说板栗下树就差个四五天 但收购商却在库南和库北 开出了不一样的价格 一样是不打农药的管理方式 一样是山区板栗的好品质 可收购商差价 却让信息闭宿的大石门村吃了亏 当农迹员用平台互相沟通后 因为距离产生的价格差距也消除了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这平台 通过农迹人员给农民提供相应的市场信息 把大市场和小农户给它结合起来 从2010年开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所在北京市 江苏省 河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推广这项技术 北京市密林县江苏省新化市已经让信息平台覆盖了每个行政村 一个平台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 让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都得到了实惠 2013年10月农业部发文组织开展省级示范工作 推进农季云平台建设 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可以降与农业的成分 去高农业的效率 对我们形象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化展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和价值 我给他这个评价在最变迹最经济最快速农民是最欢迎的 同时这种信息化的除外 也可以提高我们政府推广部门的工作效率 基层农集信息这样一个平台的建议和推广 对我们传统的推广是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为专家和农民之间搭建桥梁 让专家电脑当中的知识成为农民手中的武器 让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更加顺畅的来到田间地头 这样的服务平台 这样快捷方便的传播推广方式是农民最需要的 好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和农事网及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